各位大家好,很开心又见到大家了 我是Chris 接下来我会讲讲Shop.com的更新 还有什么新的保护商,一些数据 首先我会讲一下入门网站的更新 大家有用我们的入门网站 应该知道我们的网站在一段时间 都会做一些更新 有时更新会在内容上的更新 或者在一些功能上我们有个转换 而在最近大家有没有上过Shop.com 或者现在大家可以即时用手机 上我们Shop.com那里看看 我们的界面已经更新了 更新了是怎样呢? 这个依然是我们旧的界面 我们看到以往的界面 最顶的位置有很多的资讯 包括一些账户的资讯可以选择 一些社交媒体的选择 搜寻器和扣密车 那我们就会觉得 现在的一些功能 其实可能对于一些新的顾客来说 资讯有时他未必用得着 那我们就想起来 其实这个方式会不会再简化一点 令到大家看下去的时候 一些新顾客看下去的时候 更加容易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的转变了 在最顶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网站最顶的 只有三至四个的选项 那现在最左手边 我们有个购物的选项 按下去我们会找到一些产品的分类资讯 中间有一手沉气 在右手边有个人仔 其实就是关于一些帐户的资讯 我们可以登入 用一些e-gif等等 另外也有个购物车的功能 对于顾客来说是否很简单很清晰? 对不对? 好,再看看我们的版面 最底的地方 以往我们看到大概三至四十样的资讯 一个选项在这里 包括一些关于美安香港的资讯 帐户的资讯 一些支援资讯 以及一些不同国家 美安其他国家的选择 我们也做了一个更新 更新之后 我们就只有五至六个选项在这里 我们可以按下去 也会找到这些资讯 内容上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只不过我们的显示出来 就大大转换了 方便大家去做一个浏览的时候 更加容易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看回现在的网站 更新完之后 其实内容都是丰富了 除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产品的资讯之外 亦都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商店 一些精选商店 最受注目的商店 现在也可以找到 变成大家用我们的shop.com 这个网站 出去介绍给其他人 其他一些潜在顾客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容易可以做到的效果出来 对不对 这个更新 相信大家会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手机版 其实都随着我们的电脑版的更新 也是更新了的 内容上面 基本上和电脑版 就是一模一样的了 大家按上去可能在尺寸那里不同了 但是内容上面 大家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方便大家可能有时带着手机 一个平板电脑出街的时候 都做到同样的我们电脑版网站 一个购物的经验 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 网站的一些搜寻功能 搜寻功能那里大家不知道 其实美安香港是美安这么多国家来说 第一个地方是我们增加了这个亲临的商店 增加了亲临商店之后 其实我们网站搜寻器都会跟着去做一个提升 我们希望做一个搜寻的时候 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商店和一些产品 所以现在我们就做一个更新 只要在我们的搜寻器那里 打一个关键字下去 比如餐厅 电脑搜寻器的系统 就会将一些餐厅相关结果 显示在最顶的位置 大家见不见到 有五间的相关的商店 显示出来 不单止五间的 其实我们按上少许的位置 看到有蓝色几个字 按进去 整个清单显示出来 所有和这个餐厅 这两个关键字有关的商店 我们全部显示出来 不单止餐厅 比如我们找食品 我们找机票 同样都会找到这些商店 方便了大家很多 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 我们一个搜寻的时候 出到商店之外 也都会找到一些产品 那我们拉下去 比如用食品做一个搜寻 我们会看到食品这个搜寻下面 我们很多的产品 一下子彈出来 包括一些我们平时自己吃的食品 寵物的食品 这些营养的食品 都有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眨眼看下去 那个网站的功能 其实是很强劲的 因为它会把这些不同种类的食品 都找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能看下去的时候 可能产品 有时候会觉得它多的 我们希望做一点点筛选 如果做筛选的话 大家看到左手边 一些的资讯 可以帮助到大家 其实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别 可以做一个筛选 另外品牌 商店名也可以做一些筛选 那什么叫筛选 其实就是 将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比如我们按食物 其实它再按一按下去 它就会筛选那些食物 变成只有我们真的人 我们会吃到的一些食物 再看看左手边那里 我们左手边那里 也会看到一些再细一点的分类 比如这个肉类 酒类 零食等等 对不对 同样 如果我们再想筛选的话 也可以按这里 按了进去之后 那系统也会做一个筛选之后 产品是否现在更加精准 我们只需要一次两下的一个筛选动作 其实已经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也可以在这里 看看左手边的资讯 会帮助到大家 另外 那个产品页 右上角的位置 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符号 其实这个符号 如果按进去的话 会帮助到我们 用另一个方式 去显示这些产品资讯 方便回到不同的用家 好 那网站的更新 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们也会透过不同的渠道 去把这些网站更新 发放给大家 多点留意我们网站的一些会员通讯 好 除了那个网站更新之外 那么我们也都会透过这个更新 令到大家更加方便去购物消费 去达成这个购物年金 那另一样呢 就是说我们也都在这半年时间里面 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伙盘商店 那也都希望透过这些增加的伙盘商店 会令到大家去完成这个购物年金的时候 更加容易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最近这半年增加了多少商店 可能大家在我们shop.com那里看到很多的新增了的商店 但是不知道实质上有多少 那我立刻公布个数字 数字都挺惊人的 在短短半年间 我们增加的商店是超过一百间的 那就是说一半年的时间大约一百八十多天 就是说我们两天都不够 我们就增加了一间的商店 这是相当强劲的数字 那这里也希望大家再给一点点掌声 因为其实多谢大家的努力 一起去创造这个购物年金 其实这个动力之下 很多商店都愿意加入我们shop.com 成为我们的合作商户 好,那这里再看看一些商店的数字 其实我们发现新增的商店里面 包括了最主要的类别 是服装、美容等服务、食品百货 餐厅、健康与营养服务等类别 而当中食品百货占了24% 然后就是服装、鞋等商店 增加了12% 然后就是餐厅增加了11% 大家看这三个类别 会不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感觉? 其实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我们上次大会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数字的公布 其实我们有一个调查做过的之前 就发现大家原来希望增加的伙伴商店 包括餐厅、食品、服饰和电子产品 这四大类别 我们就针对这四个类别 做了功课 其实在增加的商店当中佔了十几间 是服饰有关 然后餐厅也有十几间新增了 而表现最好的就是食品相关的商店的类别 增加的商店有成二十几三十间 是一个很厉害的数字 新增了商店之外 其实数量也有很多 当中也有一些是大家认识的 那我现在试一试 细数给大家知道 包括潮州楼 VBONS 这间是一间卖上卖的名牌首带店 很出名的 另外LETV LETV就是去他们的网站商城 买他们的电视机、电子产品 会有一个优惠 另外上海腰房 是卖零食的 他们波斯库街分店 指定一些产品 会有8%的IBV 和2%的现金会责 好 接着就是NBA Store 大家如果打篮球 或者NBA的用品 可以上去买 好 接着是Microsoft Store 可以上去买不同的电子产品 都会有优惠 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哎 多谢 OK 多谢各位 最后一间就是Agoda Agoda 是网上订计这个酒店 之前Agoda离开了我们 现在重新回到Shop.com 这个平台 会提供4%的IBV 和3%的现金会责 OK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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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